嗨大家好 那就是洗漱玩了 今天这视频的主题呢就是一个 喜气洋洋回落哥 不知不觉又到了新的一年了 你们都老了一岁了 我也从14岁变成15岁了 然后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鼠年快乐 我发现今年过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早 而且我最近真的很久没有好好的说出去玩什么的 就2020年一开始就是不停的工作出台工作出山 现在就打算趁着新的一年 就给自己好好休息打打气 就感受一下北京的新年气息 然后同时可能今年是农历新年前 最后一次见土楼土楼的欧英格 这好烦哦 就算是都已经快农历新年 还要见这种晦气的东西 没有啦 人家其实也是很想跟他出去玩的 想跟他出去好好玩一天 因为主要还是我的姐妹们实在是太喜欢看我的日常vlog 但是我以后是打算说我要多拍vlog 也可以顺便给大家做 我已经显置了很久的分体测评栏目 说以后的每个vlog都会是vlog跟分体测评二合一 就是日常也有干货也有 就真的是一举两得 说到你们以后想看什么分体测评的话 可以多多评论弹幕告诉我 今天我要给大家测评的是这一个牙扇带的浸水粉底液 你们知道为什么想要去测评这个 之前有一次我跟很多博主去泰国旅行 那次我们里面有个博主叫做六个馒头 我让他当时用的就是这一款粉底液 我当时就借他这款粉底液用一次 我当时就超好用 整个妆感以及持妆几乎完美 说我回来以后我就立刻自己下单了一个 他说就是你选粉底液的话 一定要根据自己服资来说 自己是混干皮 所以我就选择他加这款浸水的粉底液 先上半张脸给你们看一下 我也希望亚山带爸爸可以看到这视频 以后可以多多给人家寄你们的礼盒 什么的 这些大家也可以在我频里面 多多爱抬一下亚山带爸爸 你的发能不能发就多靠姐妹们了 我这已经做好了妆前防晒 我直接就上这款粉底液给大家看 特别好推开 特别顺滑 忘了跟大家说他 我买的色号是2C0这个色 我觉得是相对我们像亚洲人这种偏黄肤质的话 是特别适合的 他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样的皮肤看去更亮 但是又完全不会死白 细一看他这个妆感 是特别的细腻的 带有一点烧烧那种光泽感 我现在是上好了半张脸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觉得这边的话虽然是上了妆 但其实你不说话 有没有感觉挺像那种尾素颜的 我觉得他很难得是他在保湿的同时 也能做到挺不错的遮瑕力 你们看这两边黑眼圈对比 还有我的可怕的死罗毛孔 再看这边虽然毛孔不能说100%的遮掉了 像现在已经盖掉七八十的话 我是已经觉得很满意很OK了 特别喜欢这种上脸 我感觉整个就是气色的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肤子 没有什么很大的瑕疵的话 基本上用它以后 我都不需要用到什么遮瑕 真的很保湿 因为他本身这款款就是里面添加了 83%的高保湿精华 特别是冬天北京有多干 看就来过北京人应该都知道 我动不动就脱皮肤粉 现在是2点14分 然后现在就打算画个 稍微比较淡一点的状 我就出门啦 化好妆啦 准备出门了 嗨 嗨我是Fancy 嗨我们现在到了79吧 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但是电视可拒堵车堵了2个小时了 每次出门是白天 到达目的地就是晚上 好久没出来玩了 来个回房 冷江了 特别发他去尿尿 一天就是我们出来吃个饭嘛 吃饭当中尿5次 然后他一下子就开始找尿尿的地方 特别发来了 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说大坏话 呵呵呵 嗨 然后进去看了一下可贵了 下次多了 有多贵 有个小孩子穿一盒底签牌 他想给他侄女买 太贵了算了 我们还是来的太晚了 很多店都关门了 要是实在是没什么店开 我们就去吃大餐吧 我们每次出门都是吃 吃 这感觉真的有颗鱼耶 它其实是一块显示屏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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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真是一个香巴佬 没见过大失眠 它里面是一个像烧吉尔空的 是不是香巴佬 是不是 你们说我是香巴佬吗 我香巴佬那他是 我是广东父佛啊 今天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来拍 这个穿到发出吗 走啊 走 我们去找我们会到吧 好嘞 穿到发 你今天的穿衣灵感是什么 我今天原本是只想穿 里面这件卫衣的 这卫衣还挺好看的 但是就是出门前 我就觉得 怎么那么冷 然后就回去拿了一件这种 白色的外套套子出门 然后顿时就变蠢了 但实在是太冷了北京 而且北京真的好干哦 不行 不过你今天底妆还挺好的 感觉好细腻 你今天在底妆打卡了 你今天在底妆打卡 你好心急哦 对啊 五点五十九分了 六点准 然后就离我上妆过去 已经四个小时了 现在基本上整个脸的妆效 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异常 但是我的暗沉的好严重 对那些你比我还好多 我今天用的可是牙齿安带 用个沁水的毕业 你被包养了 我再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妆效 而且你本来鼻子那毛孔那么粗大 为什么今天看不出毛孔啊 四个小时来说话 我还是挺满意的 然后我们晚点再看看 夏娃发到你家了耶 快开门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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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新年好 我们太冷了 忍不住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商场 我觉得长大学城哦 就是新年氛围还是蛮强 可爱 想吃澳门味道 澳门味道大全 我现在在胖哥两个澳门味道之间 犹豫 周杰 胖哥两个套吃 上到过期间五个多长的六个小时了 就现在这段装干了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刚才在布外真的特别冷特别干 经历了这一番折瘟 回到这种室内环境 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整个装面 就是像米头发虽然有处稍微一点点的油 但完全没有很明显的脱妆 好 你看看来看我们的味道开心咯 人家就要回家过年了 见不到人家的开心咯 不开心 你会想我 有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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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小 給我們看一下母豬定食 又是你點了看水 你是不是我的歌迷 聽你說是穿大法的成名曲 和我一起戒太行 我的最愛 也是我的最愛 草良蛋的成績沒有 那感覺很好 後立廣場的那種 又是我情客 怎麼會有人這麼不知 這樣他們會覺得我從來不買單 不是嗎 這樣覺得嗎 我打球先回家了 走吧 你知道我剛剛遠遠的看我們兩個這樣子走過來 我就想到了三個字 什麼字啊 胖哥 好漂亮 挺好看的耶 但這件是女款 歐英哥我剛才在路上看到你的 什麼意思 在這呢 你在這呢 那我肯定是那頭擺著那是黑的吧 好像真的還挺像 我剛買了一點水果去看看穿大法在幹嘛 你真的很像年華上的吉祥物 擦彈木的寶貝 屬年行大運 有花不完的錢 發大財 要不買十個核心抽獎算了 誰要啊 抽獎要不要 每次過年都一定要吃這個旺旺大運 我喜歡吃裡面那個 長長圓圓的 那是什麼 長長圓圓 春捲 你可能想不到在開車吧 嗨 回到家啦 因為外面實在是太冷了 然後一時點我們也不知道去哪裡好不好 所以我就回家在家裡面看電視劇 我其實是沒看過甄嬛傳的時候 今天就再重新看 甄嬛傳有誰沒有看過啊 你個土月 我給你炸炸飯還買了很多水果 那水果好吃了 甄嬛要準備反攻了 我就是甄嬛 你是換臂 你是配做我的工人 你是魔魔 你只可以餵奶 小肚子幫他在一起 哎呀呀 今天對最好 現在是用規格情緒 對嗎 待會去洗一洗 其實今天過得還挺開心的 就是逛街也買了衣服 然後也吃了一直都很想吃那個澳門味道 剛剛就是還連看了四五集真完蛋 真的是太好看了 已經是第二天的十二點四十分了 距離我今天這個底妝打卡已經過去了快十個小時了 整體來說對一款粉底也持妝十個小時來說 這個妝面我是覺得我已經很滿意了 因為十個小時的話你也不能夠要求說他跟剛上的時候一模一樣吧 一下其實鼻子的話還是會有一點點出遊 在三角去算出遊嘛 完全沒有脫妝的非常可怕 看這個妝感我也不想去說什麼 越夜越美麗那些美妝博主的通用於露了 你們就直接看我這個臉都不用誇這麼多了 我真的特別喜歡這一款粉底也 過年就打算帶這款回家了 就肯定就是家鄉最美的風景 哈哈哈哈 如論是持妝力遮瑕力還是膚質 以及說會不會暗沉都在我這裡有非常高的分數 這種喜歡是不能夠演出來的 就看我今天一直在誇他就能看得出來 好了今天這一期簡短的日常Vlog以及這款牙膳帶 慶水分跌的測評到這裡就差不多結束了 今天這個Vlog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好像沒有之前的幾次那麼的興奮 因為畢竟是過年前的最後一次劇了 然後明天晚上我也是要回惠州了 接下來可能是會有兩個多星期就在家鄉 就見不到很多人 就沒有特質某些人 就是可能會見不到一些上次一些人 我和姐妹討人家三次見不到 有點捨不得你們懂那種感覺嗎 就是有姐妹懂我這種感覺嗎 但其實自己也是很久沒回家很蠻期待說回家的 給大家拍一次我以前拍過那種日常Vlog 就是過年七天樂 就每天分享我年初一到年初七的生活 那今天這個視頻當然就差不多結束了 喜歡這視頻不忘了給我三列以及都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 拜拜